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utomate 今天繼續我們的JSC由模組吧 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那我們今天也廢話不多說 趕緊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展示一遍吧 想說今天這一集看可不可以直接把他結束掉 因為說實在的好像也沒剩幾隻了 老頭大概稍微看了一些除了飛行生物之外 好像就真的就那幾隻召喚完就沒了 然後呢我有看上一集的留言 有人說老頭我想要看豬八戒 然後講說那個豬八戒好像沒有被召喚過 然後還有一些人什麼沙烏盡大將還沒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講什麼有人要看地獄火 還有那個還有人在講什麼光明的孫悟空黑三妖 黑三妖不是看過了嗎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天鵬元帥豬八戒先拉出來看一下 好不好先來看一下 天鵬元帥先拉出來看一下 哇塞看到這個屁股 然後呢 啊就是又是 怎麼又是 欸等一下這個臉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你真的要把猿人 巨猿做成這個樣子 欸看其實還蠻像的 等一下你看這個鼻子 我實在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你好好的一個巨猿不當當一隻豬 OMG 啊沒有鼻孔喔 你算窒息是不是 他是把什麼東西插進去啊 這個模組是把什麼東西插在他臉上啊 你做的還微妙微笑的耶 其實講實在的還蠻好笑的 然後真的是拿一個耙子這樣子 哇靠這個是怎樣 幻魔豬八戒 好幻魔豬八戒 怎麼突然想要鬼屋者 幻魔豬八戒在這裡誕生了 左鍵再來呢 右鍵 好一樣是地裂 地崩之術 西鍵 反正 超神的 我靠 我真的覺得這個豬八戒 恩 是非常用心 我感覺的出來 他是一個非常用心 在作的一個模組 好這個豬八戒看得出來 非常的用心 除了說到非常用心之外呢 別無他了 你看他的頭褲 欸很奇怪 你這是豬八戒你頭上帶一個頭 那個七龍豬 帶那個孫悟空的頭褲幹嘛 那蠻奇怪的 全部八九布里斯 這邊全部八九布里斯都是巨人弄出來的欸 我覺得這個 該怎麼講 可能是因為他這個處形比較像吧 所以說 所有的生物 所有的這個boss呢 全部都是這樣子 哇這也太屌了吧 我覺得接下來的boss應該全部都一樣喔 光明行者跟黑暗行者 我們來看一下 光明 光明行者悟空 欸這個我們招攬過了嗎 好像招攬過了欸 欸不一樣喔 右鍵 西鍵 去修煉個幾年 再來招攬老孫吧 講話好奇怪喔 我現在六個洗年再來招老孫的 啊招式差不多 光明的 然後 再來是黑暗的 我們看一下黑暗的是什麼 黑暗的 黑暗行者 黑色的吧 我靠黑暗還比較帥勒 哇塞 這個黑暗那個毛是炸掉了是不是 欸我覺得黑暗行者比較帥 可是黑暗行者沒有台詞 沒有台詞 哇這個 OMG 可以做這麼帥喔 不過沒有台詞就是了 我們的黑暗行者 孫悟空 給他放旁邊 帥氣 好放旁邊 真的欸果不其然欸 BOSS級裡面全部都是 巨人 對吧 我仔細對一下資料 對一下好了 這個也是巨人 這個也是巨人 欸沒有喔 有一隻 抖戰神佛好像不是巨人的模組 抖戰神佛是這一隻嗎 欸沒有這是 地獄死者 孫行者是 真正悟空的樣子 然後除了他之外 全部都是巨人 全部都是巨人 看一下 對 全部都是巨人 然後社會哥 再來是這個 交魔王 哇 BOSS級全部召喚完了 好吧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明天御帝 明天御帝長什麼樣子 完了 看到這個我覺得 是不是又要在那邊 講幹話之類的 哇塞這好像三國之一面的人物喔 哇 這麼帥喔 右鍵 沒功能 C鍵 沒功能 然後他好像是會飛是不是 不然他怎麼是被 欸對他會飛 哈哈哈哈 我靠這個傷害 左鍵這樣點下去 連打欸 欸 哇這範圍好廣喔 放一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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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直接被進化 直接進化掉欸 我感覺好像是被什麼那種念動力給這樣粉碎 震到直接不見這樣子 哈哈 啊這怎麼我們 喔不是明天是浩天 浩天御帝 哇塞 浩天御帝 就算長這樣子 我們再看一下還有什麼 喔看起來真的像三國之一面什麼諸葛孔明有沒有 有點像有點像 然後好像有人說想看什麼 再看一看 呃 沙霧鏡不是已經看過了嗎 幹什麼 完了 誰來救我 走開喔 滾 滾 不要在那邊給我叽叽歪歪的 煩死了 好繼續 我來看一下 我現在發現原來這個上面還有雲朵了 雲朵做微妙微笑 完了我不能看了 我不能不能召喚界面好啊必須重開 等我重開一下 好了回來了 來吧我們接下來看後續的 再來的話 剛剛有講沙霧鏡 可是沙霧鏡我兩隻都有用過了吧 河流之主 這一隻明明就有用過就這一隻啊 你看我多第二隻沙霧鏡了 然後前面那隻也是沙霧鏡啊 就兩隻沙霧鏡啊 哪有人說沒看過啊 這也是沙霧鏡啊 對啊 看過了吧 對啊沙霧鏡全部都看管啊 那還有什麼沒看過 我看一下 呃 屍蛇王 天魔看過黑三腰 奇怪我印象中黑三腰也看過 就是那一隻石巨人啊 對呀 這個也都看過啦 這個就已經有了 這個是上上一級的啊 我這個一定是沒有追前面那幾集喔 你看又多一隻了 黑三腰在這邊 有沒有看見 第二隻黑三腰出現了 好 放著 不管 繼續 我想說黑三腰召喚過了 怎麼跟我講黑三腰 還有什麼 烈焰嘛我們之前就已經馴服過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 這邊的陸地上只剩下 銀角大王測試喔 這個我覺得會當機 所以說我就不召喚了 好不好 這個非常的危險 那再來就是剩下就是我們的 原始天尊 跟我們的雷電 還有地獄火 我們看一下原始天尊 原始天尊是什麼東西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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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氣派喔 怎麼看起來 看起來 乍看之下 秒看的話 會有點以為 是那個 海賊王裡面的那一隻 雷鳴果實 叫做什麼 那個叫什麼 �ify neurot 是不是 吃了雷鳴果實 超強自然系 哇 C劍 哇 帥 來 戳一下這野生恐龍 有點可憐 哇我在飛的時候會一堆刀在周圍 這樣盤旋轉 帶動我的這個 移動方向這樣子 這麼酷喔 有劍 傷害是幾萬 好啦這隻挺帥的挺帥的 我要回回去 我趕快回去 怎麼可能那麼慢啊 有飛跟沒飛感覺好像 空中漫步捏 只能這樣點 全部點移動速度 有比較好一點 好像電風扇喔 電風扇在旋轉 原始天尊 也是蠻帥氣的 再來呢 原始天尊玩之後 喔地獄火一隻飛龍 有沒有出現 喔看見了 阿就一隻飛龍而已阿 怎樣 左鍵攻擊有 還蠻帥的阿其實 他前面多做兩隻腳 在前面紅腳 C劍 而且他還做鐵鏈斷掉的效果 而且他還做鐵鏈斷掉的效果 然後剛剛這個是把我們的龍抓起來 C劍 是原本方舟的功能 右鍵就噴火 右鍵就噴火 我們可以把這隻給抓起來 這隻獵葉馬 我刁 為什麼我打他0滴阿 相同屬性不會造成傷害是嗎 燒他 燒不出傷害 無法對他造成傷害 0滴耶 本是同根深 所以說不會造成傷害 了解了 然後這隻其實好像也就是差不多這樣的技能 沒什麼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外表好了 感覺蠻帥的 有阿我是覺得做得不錯啦 不過他這個前面你有沒有看到他前面這個頭型 他這個頭型好像沒有上顏色喔 只是單純的3D模組 然後顏色沒有上出來 喔 我看出來了 原來是他顏色本身就是灰色 可是這樣子乍看感覺好像真的沒上色 你不覺得嗎 就很像3D建模建到一半 然後是顏色不上這樣子 跟那個黑山腰好像喔 哇塞 這邊 這個場景看起來感覺好像妖魔鬼怪縱橫這樣子 感覺好像什麼世界大戰準備要開打的 神魔交戰 然後回天滅地人類要滅絕的這樣 有點可怕 好再來看一下我們的雷電 最後一隻了 這隻是雷屬性 雷雷雷雷雷 你是雷雷雷 我這隻做的就有點鋼鐵般的那種感覺 那種鐵屬性 就是那種 鋼翼的那種感覺 這個顧名思義就是右鍵噴應該是雷電的阿 你看有沒有噴雷電會不會把它噴死 我們來噴一下這一隻 結果還是雷滴 果然是同類 居然打雷滴 這可不可以把它噴死阿 欸沒噴到為什麼 再一次 有了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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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然後西劍呢 拍翅膀 這隻多了拍翅膀阿 另外那隻紅色的好像沒有拍翅膀的功能 我看一下那隻紅色的有沒有拍翅膀的功能 那個閃電特效看的我有點 眼睛不是很舒服 我是你阿你走開阿 怎麼騎到你身上來了 這裡 這隻也有阿 兩隻都有阿 原來如此 我看一下阿 好像都結束了吧是不是 我們這邊 呃 全部該看了 全部都看過了吧 應該是沒有漏掉了阿 如來佛組這個一定看過這不用講了 然後BOSS級這邊所有的 哇也全部都看過了 OKOK 好了 我們這個系列呢 阿終於要結束了 太棒了太棒了 不知道你們喜歡哪一隻呢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我你喜歡什麼樣的 老頭召喚出什麼樣的生物你比較喜歡 你可能應該會是喜歡豬八戒吧 對不對 我猜你們一定是喜歡豬八戒不用講了 你看他連那個肚子都做得很大 做得微妙微俏的 超屌的 個人是比較喜歡這一隻阿 這隻看起來比較霸氣 很邪惡 毛都炸成這個樣子了 你要不喜歡他也難 只是那個臉可能稍微要改一下 覺得有點 What the hell 歐呦歐呦 兇兇兇兇兇兇 好吧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 左下角訂閱右下角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那下一集的話呢 應該就是新的模組了 這個模組基本上全部都介紹完畢了 把你們的想法跟你們的意見呢 都可以留言在這個影片下方 老頭看完之後呢 會一一做個回覆 如果沒有回覆呢 就是我覺得沒有必要回覆 好像是講廢話 好啦今天先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方舟模組再見面了 掰掰 我們下一個月的請問